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坐网五十五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 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竹坛做木偶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的殿语中竹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在心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火 有观照 用法术 行邪术 立交轨的和行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 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 律例典章 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 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以致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 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 用脑钩钩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带到巴比伦去 他在急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 垂听他的祷告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内积训西边直到渔门口 建筑城墙环绕厄斐勒勒勒 这墙筑得甚高 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 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 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 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 都拆毁抛在城外 重修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平安祭 感谢祭 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百姓却仍在秋坛上献祭 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 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 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与神怎样应允他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迁过犯 并在何处建筑秋坛 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 都写在和赛的书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的公院里 他儿子亚门接许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马拿西所行的 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 不在耶和华面前 向他父马拿西子杯 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 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接许他作王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 不偏左右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 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到了十二年才竭尽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八粒的坛 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 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 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 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 竭尽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又在马拿西 以法莲 西勉 拿弗塔利各成和四维破坏之处 都这样行 又拆毁祭坛 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 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王十八年 进地静殿之后 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藩 义宰马西亚 约哈斯的儿子使官约亚 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 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 将奉到神殿的银子交给他 这银子是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 以法莲和一切以色列剩下的人 以及犹大 遍亚敏众人 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收来的 又将这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都工的 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石匠 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栋梁 修犹大王所毁坏的殿 这些人办事诚实 都工的是立位人米拉利的子孙 亚哈 厄巴底 都催的是歌侠的子孙 萨加利亚 米书兰 还有善于坐月的立位人 他们有监管扛台的人 独催一切做工的 立位人中也有做书记 做私事 做守门的 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运出来的时候 祭司希勒加偶然得了摩西 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 希勒加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遂将书递给沙帆 沙帆把书拿到王那里 回父王 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 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 交给都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 书记沙帆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加递给我一卷书 沙帆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 就撕裂衣服 吩咐希勒加与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加的儿子亚比顿 书记沙帆和王的臣仆亚萨亚 你们去为我 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我们列族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 没有照这书上所记得去行 耶和华的烈怒就到在我们身上 于是希勒加和王所派的众人 都去见女先知护勒大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克瓦的儿子 护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 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 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 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 如火倒在这地上 总不熄灭 然而差遣你们来 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 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 你便心里尽负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 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和其上居民的 一切灾祸 你也不知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父王去了 王差遣人 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都一同 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 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又使住耶路撒冷和汴亚敏的人 都服从这约 于是 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 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 将一切可增之物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 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 就跟从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总不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